第275集 对人影伤到自己的事情 杨潇深意为耻 除了吴仁迪和他舅舅灵火之外 还没有在谁的面前这么狼狈过 要不是高剧长提前有话 刚才他根本用不着废话 直接出手就把人影撕了 现在看到人影倒地之后 杨潇一阵冷笑 脸上又恢复了当初 在麒麟市十五层大楼上 见到他时的样子 杨潇慢悠悠地向人影走过去 说过你还不老实 我不介意在你的四肢 都来上这么一根钉子 人影看起来像是认命 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杨潇越走越近 眼看还有几步 就走到人影身边的时候 杨潇突然停住了脚步 冷笑一声 然后随手一扬 又是一根铜钉 钉在人影的右手上 铜钉将人影的手掌 钉在地板上 强烈的疼痛 让人影也忍不住闷哼了一声 身子开始微微地颤抖起来 同时一颗小小的药丸 从他受伤的手心里掉了出来 这颗药丸刚刚离手 突然就着起了火 一边着火 还一边滴落着火红的液体 看着就像是炼钢的铁水一样 只是片刻的工夫 燃烧的药丸 就将地板烧成了一个圆圆的小洞 这是例行 话说在前头 你还有什么小动作 就都使出来 反正每一次 我都会在你身上 钉上一根钉子当作纪念 我倒是希望 你的小动作能多一点 只要把你带去民调局的时候 你还没有断气 就算我的任务完成了 顺便说一句 我可不认同让你活着回去 有什么好处 你知道我的出身 让魂魄说话 我的本事可多着呢 天地图我放弃了 你们门吊绝的事情 我们委员会也不好参与 如果方便的话 是不是先把门口的阵法撤了 这里交给你们 我回台湾 不是吧老黄 你这就走 你在那里老是待着吧 一会儿我还有话要问你 说完之后 杨潇也不管恍然 再次将目光对准 趴在地上的人影 好了 露个脸吧 让我看看是哪位老朋友 这个 就不用我亲自动手了吧 人影趴着的地方正对着我 这是我隐隐感到人影的身上 有不对劲的地方 但是到底是哪不对劲 我有点说不明白 他还是趴在地板上 移动不动 但是身上的雾气 开始变淡 他脸上的容貌 慢慢地显露出来 我们等着他的庐山真面目的时候 脚下的地面 忽然开始强烈地震惊 就像是地震一样 紧接着又传来一声诡异的叫声 这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冤魂在哀嚎 就这一嗓子 已经让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肚子 浑身上下起了鸡皮疙瘩 顺着教堂的地下 忽然涌现出来一股阴冷的气息 就在我们一愣神的功夫 趴在地面上的人影 身子突然就陷到了地板下面 他刚才趴在地板上 留下了一个人形的窟窿 眼看主手的鸭头就要飞了 杨潇就要跟着跳下去 这时突然从窟窿下面射上来 一根明晃晃的东西 杨潇的身形顿了一下 伸手接住了那件事物 这正是刚才 他钉在人影身上的两根铜钉之一 下面死一般的激情 这倒让杨潇犹豫了一下 片刻之后他才跳下去 但是好像已经来不及了 下面什么地方啊 下面是地下室 下面通向教堂的后门 还有后门呢 你不早说 爸 走 咱们球场追 别管他都轻步眼前吧 走不出来晚不出来 非要先再出来 黄然的眼睛盯着 教堂顶部的耶稣受难像 我顺着黄然的目光看过去 耶稣受难像上面 多了一个灰色半透明的人 他现在也探着头 向我们这儿看下来 黄然慢慢地 向我们这边靠过来 妖灵 还能是谁 这都熏不错的 别答应了 他可不是你们常见的冤鬼 黄然的话刚刚说完 门口就传来蒙奇奇的声音 里面怎么回事 死胖子 黄然 你们都没死吧 姓沈的木头 你们要是还没死 就出点动静 再不出声我就进去了 你千万别进来 门口有杨小白的阵法 你不是闹着玩的啊 不是我说 蒙大小姐 你还是在门口看着吧 你千万别让那个愣头警 闯下来 孙胖子说话的时候 黄然一声不吭 他的眼睛 盯着天鹏顶上的妖灵 而那只妖灵 好像对黄然手中的青铜剑 也很是忌讳 虽然阴冷的气息越来越浓 但是他只是直勾勾的盯着黄然 并不敢轻易的下来 孙胖子接连换了几个位置 但是妖灵却对他看都不看 完全没有一点兴趣 仿佛这个教堂里只有他和黄然 我们这几个人倒成了透明的 孙胖子看出了点意思 转头看向黄然 孙胖子分明就是在报复 刚才黄然后撤 留住空荡的仇 黄然的眼角一顿抽搐 他飞快地扫了孙胖子一眼 马上就将眼神固定回妖灵的身上 我要是不行了 你们也跑不了 这只妖灵会按照威胁大小的顺序 杀掉所有对遗物有解毒的人 孙局长 就算你的威胁小点 也跑步 黄然的话还没有说完 他手中的青铜剑 突然对着天鹏上面的妖灵须披了一剑 这一剑挥出去的瞬间 在剑身上面猛地闪出一道耀眼的红光来 紧接着黄然前方的空气中 冒起了淡淡的黑烟 随后天鹏顶上的妖灵突然就跳起来了 一道闪电一样冲着黄然的脑袋窜了过来 黄然手中的青铜剑当刀使 迎着妖灵劈了过去 眼看着妖灵脚撞到剑刃的时候 突然妖灵化作一阵黑烟 眼睁睁地消失在我们的眼前 这一下子黄然的脸上变了颜色 他紧握着青铜剑 却找不到目标 黄然看不到目标 但是我却看到 刚才在眼前散掉的黑烟 已经在黄然的身后重新凝聚起来 只是再次凝结之后 颜色变得很淡 就连黄然都没有任何察觉 就更别说举着弓弩 才到处瞄准着孙胖子 黄然身后的烟雾有了人形 三五秒钟之后 便再次凝结成刚才妖灵的模样 只是这次 她的身子完全变成了透明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只有我能看你 有了人形的妖灵站在黄然的身后 冷冷地看着她 却没有下一步的动作 要去遮掩 我们看不见她 我靠到枪脚那里去 黄然对着我们 大吼了一声 妖灵也不动 只是一直站在黄然的身后 眼睛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她 老大 先让黄然去拼 只要好多杨小毁了 咱们就什么恐怕了 孙胖子在我耳边低声开口 但是黄然刚才求了我一次 我实在不想背着这个人形 装作看不到她马上就要倒霉 我一把从孙胖子手里抢过弓弩 对着妖灵射了一击 眼看妖灵就要挨上这一弩剑的时候 教堂里边突然响下来一阵坚力的声音 随即妖灵再次化作一阵烟雾 消失在空气中 片刻之后 她重新凝聚出现在黄然身后三四米的地方 不过她再次出现的时候 目标已经从黄然转到了我的身上 妖灵冰冷的眼神看过来的时候 我通体发凉 忍不住打起了哆嗦 看着她转身对着我的时候 我赶紧对着孙胖子大喊 大圣 弩剑都给我 你能看见妖灵 恍然的眼神 从刚才那一弩剑射中的方向 转到我的身上 我来不及跟她废话 从孙胖子的手上接过弩剑 飞快拉弦装剑 再次马上对着妖灵透明的人影射了出去 这次妖灵有了防备 弩剑射出的一刹那 她就化作淡淡的烟雾 这一弩剑穿过烟雾 射在教堂门口树的窗框上 辣的 你到底是射没射中 就那么几根 你看准了她射啊 被孙胖子这一提醒 我举着弩剑 对着再次凝结的妖灵 没有敢轻易的射出去 好在妖灵也十分忌讳我手中的弩剑 他只是在原地转来转去 并不敢再次窜过来 这时候黄然已经跑过来了 站到了我的身后 顺着我苗的位置看过去 没用 她现在是虚体 就算你射中她 也不会造成致命的伤害 说到这儿 黄然打开背包 把里边的东西一股脑倒在地上 在一堆的符纸和铜钱里边 扒了出来一个小巧的瓷瓶 黄然拔掉了瓷瓶的塞子之后 趁着我的注意力都在妖灵的身上 她在我脖子后边的伤口上重重挤了一下 本来结痂的伤口再次碰裂流出血 我没有防备 趁着当场叫了一声 秀黄的 用鞋你搁自己的手指头 你这算什么 黄然可没工夫大理我 她将流下来的鲜血 接到了小瓷瓶里 好在黄然需要的鲜血不多 少许的血液流进瓷瓶之后 黄然直接将食指伸进瓶口 在里边搅拌了起来 随着黄然的搅拌 瓷瓶里边冒出来一股浓烈的鱼腥气味 孙胖子干呕了一声 盯着黄然手中的瓷瓶 老黄 不是我说你这什么东西 这快跟食油一个味儿了 你不是打算把里边东西抹 那个弩箭箭箭上 这辣子射出去 熏死那个邀灵吗 你猜错了 黄然将沾满青绿色黏液的手指头 拔了出 伸到自己的鼻子底下闻了 我以前闻过食油 有那次的精力垫底 这个气味也能忍受住 但是这个动作 已经引得孙胖子 又是一阵的干呕了 黄然看了孙副局长一眼 我们委员会有一句话 看不见的东西最可怕 只要是眼睛能看见 就有办法能对付它 黄然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已经把眼睛闭上 将手指上面的粘液 轻轻地涂抹在眼皮的表面 等到黄然再次睁眼的时候 眼睛的焦距 已经对准了对面门口的妖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